做期视频不容易啊 请大家长按点赞键三秒 对视频进行三连的操作 非常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啦 早上五点 但是现在不能太大声说话 因为 先下床 然后悄悄的转一下阵体 转一个地方 然后现在在这个一末间 跟大家说啊 然后现在我还没回北京呢 现在我在三亚 在三亚的酒店 高中的时候 然后早上五点 要是能爬起来学习 然后我妈肯定高兴的说 我的天哪 我的儿啊 太懂事了 这么爱学习 哦对了 说到这儿 之前还有一个评论 还是弹幕 然后说什么 特别想当我妈 然后那个弹幕 还是评论说 说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然后我当时就表情就 嗯 黑人很好 那我先去洗漱了 今天感觉好紧张 刺激啊 偷偷摸摸的 之前还有人问这个洗面奶 这个洗面奶是滋生糖的时光琉璃 然后是我之前在微博 大家给我种的草 就是我是被反向种草了 因为那个我是大油皮 所以我觉得用这个还可以 也还不错 然后这个房间有一些 就是带泡茶 还有咖啡可以喝的 我们到时候喝什么能喝 喝这个喝精湿红茶了 我现在突然发现 这会儿这个光有点诡异 不过我现在终于可以 就正常声音说话了 因为 就是我到阳台来了 就是为了不影响 就是这个家人休息嘛 然后所以我就跑到阳台了 我好像还真是第一次到阳台学习 好惨也难的 这会儿的 就像是一样的 就像是一样的 然后我再学个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然后就是吃饭 就喜欢的环境 don't give me let us by you just one more time you're on my mind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my everything she knew the thing to do It seems so satisfying to me m thatít más cool face equal gewoo Sir and I like it you send tears up my spine Every time I take my look at you I know that I like it Girl, you're low in my mind With the thing inside of me I love the way you're going to go And I like the sound that grows by It's just a little thing to do That shows how much you're in the mood Like that I'm all alone with you You know it's only what to know You keep the breath far inside of me And I like the sound that you're in the mood 等会儿稍微休息一下 我想看看书或者是看个油管视频什么的 我想边看边敷一个面膜 因为之前你们看我整天在海边晒 我现在已经是达到了人生历史最黑的时候了 所以我赶紧补个水保湿一下 实色研究所的这个面膜 我其实从大概今年四月份吧 然后我就开始用了 当时其实我就是用了节眼粉 然后他们送了我那个大米的面膜 我其实觉得都挺不错 都挺好用的 然后其实我就一直对这个日本的品牌 然后其实就挺有好感的 它这个牌子吧 就是有一种你们知道吗 迷之有趣的气质 真的是迷之有趣 你看这个包装 然后就是这个挺像我的 跟我那个画挺像的 然后我用的是他们的这个男式的面膜 这个面膜我觉得用了几次之后 我感觉它不如那个大米面膜那么香 然后我觉得这个使用感上更清爽一些吧 我觉得就是可能更适合男生一点 我觉得男生怎么说呢 现在其实越来越重视自己的这个外表啊 然后其实也越来越精致了 所以大家也快来做精致的这个猪猪男孩 还有猪猪女孩 每次这样都觉得看起来怪怪的 不过这个就是特别清爽感觉用 它里面的精华液其实一样多的 跟那个大米面膜比起来 然后他们现在呢还出了这种就是单片装的赠品 就相当于说你花一样的价格 然后买完之后还送你两片 就是等于说多出两片 因为这种的话你携带起来都特别方便 比如说这次我带了这两片 然后你放进旅行箱的话也不沾地方 所以就是非常方便你出门携带的这种单片装 这个我特别喜欢 然后现在我就躺在床上 边敷着面膜 然后边看一下油管的视频 放松一下 我现在这我在镜头里面真的好黑啊 真的这个光怎么显得这么黑啊 我来找点吃的 因为还没吃早饭呢 这好多碗果干啊 这之前去泰国的时候买的 就是我们去泰国买的这些就是纪念品 本来是要给我爸带回去的 我爸没来因为我爸还上班呢 这个路上 然后就是因为有的时候经常饿嘛 然后我跟我妈就是开始吃 给我爸 开始吃给我爸带回去的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到现在就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给我爸买的这个榴莲干啊 榴莲 榴莲干都是给我爸买的 然后还有 这五盆你们去泰国吃没吃过 小老板海苔 这个特别好吃 小老板的海苔也是就剩下两袋了 看看 好好吃啊 要不然带大家正好顺便看看 这次我们都买什么了 今天是在台国买的 我觉得好像每个游客都会买的东西 这种台国的就是清凉油脂 这个叫做青草油吧 青草药沟 就跟咱们这儿清凉油脂 还买那个蛇油 是止咳的 无关什么药纹 也买了三盒 这个是通鼻子的 就是插进鼻孔里面 可以让鼻子更通齐的 泰国的这个牌子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就是买香薰什么玩意 也有什么升级乳 我这次买了一个他家的香薰 在曼谷的 我去专门店买的 我觉得在泰国买应该便宜吧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 价钱我忘了 800多泰铢呢 就是最近要我出这个 iPad 怎么用这个iPad 来学习英语的 这个呼声很高啊 然后所以我今天给大家 就是稍微说一下 因为今天时间可能不太够 然后我就稍微介绍一下 我用的比较多的几个 这个应用吧 然后都不是推广 然后首先呢 用的比较多 就是笔记软件 Goonote 然后比如说 这是我今天早上 做的这个精读 然后这个 因为那个Notability 我没太用过 所以我 不太好说 但这个我 我个人现在用的还是比较顺手的 还有就是这个画图软件 就你们看过那些 就是图啊什么 这个上个视频的这个小猴子 然后都是用这个 这个画图软件画出来的 那么我发现呢 这个视频 我又忘了录片尾了 然后大家可以现在看到 我已经就是回北京了 然后这个早上 其实还真是 做了不少事情 因为其实 就是骑的比较早嘛 其实你就有更多的时间 然后来进行选择 然后也吃吃喝喝 然后也看视频 然后也下饭 所以就是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高效的一个早上吧 然后也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喜欢的话 千万不要忘了一键三连 一定要笑着看视频哦 下次见吧 拜拜 别忘了看片尾 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